这么直接了当地 当着虫子的面药 将他扒皮晒干抹粉 虫子一下就慌了 他直接从洞壁上掉下来 以一种极其滑稽的方式 爬到东华前面 帝君 饶命啊 见东华无动于衷 他又转向 还被东华抱着的凤九 这位女仙定是帝君的小相好 求您帮忙劝劝帝君 让他老人家饶了我这条老命吧 凤九被他这句小相好 刺激的差点 也从东华的怀里摔到地上 他眼睛一瞪 老头你胡说什么呢 我可是帝君明媒正娶的妻子 看到凤九发脾气 东华一直故意端着的脸色 才稍稍缓和 他低头瞧着地上的虫子 昆芝 本君令你好好守护蛮荒世界 非本君之令不能踏出蛮荒世界半步 你却学那渺落 画出影子来把月桂树给拔了 你说本君把你扒皮晒干抹粉 冤不冤 原来这虫子叫昆芝 月桂树还是他拔的 昆芝害怕得老泪纵横 帝君许久不来蛮荒世界 我这不是想见帝君一面不得已 才出此下策吗 只要帝君用了老朽之事 不需要将老朽扒皮晒干抹粉 老朽也有办法将那月桂树复活 何事 昆芝多度缩缩得用两只虫手 抱起一个龙蛋 凤九肩着龙蛋比外面的那些龙蛋 个头都要小一半以上 而且静静地躺在那里 看上去 真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洞 求帝君将这龙蛋带到碧海苍林 否则这龙蛋定命不久已 东华垂谋 就因为这个 你可知将不属于四海八荒的生林 带到四海八荒去 会有什么果 只要碧海苍林的灵气 住这个龙蛋恢复生机 帝君便可将它送回蛮荒世界 怕东华不答应 昆芝又用另外两只虫手捧着一个白色药瓶 至于月桂树 帝君只需将这药瓶里的粉末撒在月桂树上 他便可复活 等东华放酒出来 他们已经准备和一手龙告别离开门荒世界了 昆芝委托的龙蛋被凤九小心得抱在怀中 帝君 那个昆芝搞这么大的动静就为了让你救这个龙蛋 这个龙蛋难道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东华摇头 我也不知 若是这龙蛋有益 大不了你把它煮了 这么大一个蛋 应该无论是做成蒸蛋还是煎蛋 都可以吃好几顿吧 凤九感觉自己怀里快没有生命气息的 龙蛋因为东华的话挣扎着抖了一下 他拿着昆芝给的药瓶 打开瓶塞 闻了一下 这药闻起来还挺香的 不知道是什么做的 东华顿了顿 如果我没猜错 这药应该是那昆芝用自己的粪便做的 凤九 从蛮荒世界出来 他们便去了月宫 东华将昆芝的药瓶往月桂树上一洒 月桂树原本枯萎的银色叶子开始一片一片的复活 那银色树干也开始恢复光泽 马上他就自动力气慢慢移入那还在不断喷着岩浆热烟的大坑中 随着月桂树彻底复活 原本弥漫在月宫中的银热之气灯时消散大半被一股清凉之气所代替 长安仙子渐月桂树复活 激动的连手中的玉兔都没报警任他一溜烟从怀中跑下来 他对着东华盈盈一败 小仙感谢帝君大恩 说着他又看向凤九 小仙也感谢凤九殿下 小仙独居广寒宫 并无什么珍宝来答谢二位大恩 但小仙凭生罪欠不得人情 不如凤九殿下随小仙来 小仙有一样东西要作为谢礼给凤九殿下 凤九刚想说自己不需要他的谢礼 却见东华对他点头示意 小白 你且随仙子去看看 凤九只好跟着嫦娥仙子到了月宫 却见刚刚还端庄优雅的嫦娥仙子突然做出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在关上店门前还私下看了一眼 似乎怕东华闯进来 凤九见他变得这般活泼 正有些摸不着头脑 却见嫦娥仙子又搬出了一大本册子来 凤九随意打开翻了翻 马上吓得把册子丢到地上 连也仗得通红 仙子 你这是 这是 他怎么也想不到 嫦娥仙子要送给他的谢礼竟然是春宫图 还是一本比砖头还厚的春宫图 嫦娥仙子的样子还是端庄 柔和 丈人不敢亵渎 说出来的话却无比豪放大胆 这书是 从前我那一兔丝凡偷跑到凡间给我带回来的 但这书虽好 但我一人被关在这广寒宫中 与我没有半点一处 想而你和帝君新婚燕儿 定是需要这个 对了 听说帝君几十万年都是孤身一人 他可懂这房中数 要不要先把这书给帝君看看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凤九的额头都在冒汗 只能干笑 帝君他 还好 还好 回避海苍林的路上 东华就问凤九 小白 这嫦娥仙子送你的谢礼是什么 凤九身子颤了颤 只觉得被他偷偷藏在身上的春宫图四万斤那么沉重 那样不湿烟火的嫦娥仙子为什么会私藏这种东西 凤九觉得自己连扔都不好意思扔了 白浅来看 他的时候打量了他好久 最终抛下一个结论 小九 纵欲过度可不好啊 凤九一口茶直接喷了出来 今日凤九邀请白浅过来 一是为了把寄养在白浅那一段时间的白滚滚接过来 二来 他迫不及待地想邀请白浅来围观他的蛋 老司机不要误会 是凤九和东华从蛮荒世界带来的真的龙蛋 凤九觉得自己一直是姑姑的根屁虫 无论容貌修为还是智商都被姑姑碾压 所以他难得得了个稀罕物 第一时间就来跟姑姑炫耀 白浅打量了龙蛋许景 得出一个疑问 你吓的 凤九再次喷出一口茶 姑姑 你见过会下蛋的狐狸 白浅默默地打开了自己的扇子扇了扇 这蛋确实是比普通的蛋大了些 但姑姑活了十四万年 四海八荒中什么稀奇的东西没见过 你让我万里迢迢过来一趟 就是为了看这一个蛋 凤九继续推销 姑姑这可不是普通的蛋 这是我跟帝君从蛮荒世界带来的 帝君已经给他施过灵气 再在碧海苍林灵气的滋养下 马上就要破壳而出了 我准备邀请我的亲友们 一起来围观龙蛋破壳奇观 白浅咳了一声 你还请了别人 也没多少人 除了姑姑 还有连宋三皇子 司命 成玉 还有小燕 白浅毫不留情地打击他 这些也基本上算是你所有的朋友了 为了让这个围观龙蛋破壳 盛典显得隆重些 凤九特意将龙蛋放下佛灵花树下 还亲自做了好多典型招待他的客人们 小燕是白浅后第二个来的 他一看到糕点中间的龙蛋 马上眼睛一亮 小九 你怎知道自最喜欢吃蛋的 凤九忙打开他身向龙蛋的魔掌 吃什么吃 这颗蛋是不能吃的 正说着 连宋承玉司命三人结伴而来 司命边走边念叨 听说小殿下得了个宝贝 我们特意来沾沾光看看 以小殿下的品位 这宝贝必也是了不得的稀罕物 司命每次说话都这么中听 凤九刚被他夸得笑咪咪 却见连送马上来泼冷水 只要不是像上次佛灵花会上那样 让我们来吃凤九和帝君的狗粮便罢了 成语瞪了他一眼 啰嗦什么 还没看的就这么多废话 凤九觉得 今天这个龙蛋一定要成功破壳 否则他就太没面子了 但是在大家把糕点都吃得差不多的时候 这龙蛋还是一动不动 小殿一边打着宝格一边问 小九 我看这就是个普通的蛋 定是那冰块脸为了讨你欢心 故意随便找个普通的蛋来忽悠你 忽悠什么 淡淡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是刚钓完鱼的东华回来了 他眼下鱼竿都还没放下 手里提着两尾鱼 司命按摇头 这形象 哪里像是那太成功四海八荒都敬仰的尊神 凤九一看到东华回来就撒娇上了 帝君 你不是说今天是龙蛋的破壳日吗 怎么他一点动静都没有 等等 东华将手俯向龙蛋 只见紫光一现 那蛋壳立马发出碎裂之声 不一会儿 一只死龙飞龙 似鸟飞鸟的小东西就从蛋壳里爬了出来 这小东西虽然长得丑 但一双眼珠子乌溜溜的甚是好看 他的眼珠子在东华身上轻神半天 呼得发出嗷乌一声 扑在了东华身上 小燕瞪大眼睛若有所思抖了一声 老子听说这琴泪破壳时第一眼看到是谁 就把谁当成他的母亲 恭喜你冰块脸 你要做娘了 东华 凤九 恭喜你 冰块脸 你要做娘了 小燕刚说完这句话 呼现只在瞬间的功夫 这刚破壳的一手龙龙仔就已经在他怀中 东华眼神淡淡撇过来 现在你是他娘了 小燕刚想把这龙仔丢掉 手刚碰到 就发现龙仔身上特别的燃 他马上不忍心了 还笑了笑 这小东西虽然长得臭 但仔细看发现还有点可爱 东华继续淡淡道 你既然喜欢他 那这龙仔就送你好了 堪热闹不嫌事大的连颂也在边上补了几句 小燕魔君 听说这龙蛋是帝君从蛮荒世界带来的 那蛮荒世界这四海八荒也只有帝君一人能自由进出 里面的每样东西自然是极其稀罕的 如今他把龙仔送给你 说明帝君不是一般的看重你 这让我等好生羡慕 小燕喜笑颜开 那是冰块脸虽然人不咋低 但眼光还是不错 那老子现在就把龙仔带走 谢啦 见小燕欢心鼓舞地走了 白浅连颂私命成遇热闹看完 再吃完凤九亲自做的糕点 也心满意足地走了 凤九这才有时间问东华 帝君 这蛮荒世界的生灵不是不能待在咱们这个世界 你怎么不把它送走还给了小燕 东华唇角一勾 蛮荒世界的生灵从来没在四海八荒待过 我也很好奇 若是在我们这个世界 这一手龙的龙仔会长成什么样 那帝君怎么还把龙仔给小燕呢 东华瞧着他 还眨了眨眼睛 他伤着你个滚滚 就让他做作誓言 凤九 他这个兄弟认识了东华 应该是一辈子最不幸的事 但好歹也是跟小燕拜过靶子的 凤九没有东华那样无良 还是担心那一手龙乱意发生 便已把小燕一口吃了 每次都会借关心知名去问小燕龙仔的情况 小燕也很热情地跟他分享自己养宠物的心得 小燕的第一封回信这样写道 小龙甚乖 老子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吃猛 吃是上古第一大将吃有的吃 猛是威猛的猛 怎么样 老子是不是特别有文化 凤九点评 很好 这名字很小燕 小燕的第二封回信这样写道 小冷不愧是天外来物 长得速度忒快 他的牙齿已经长出来了 还吃完了一整只鸡 想到在蛮荒世界看到 一手龙的真身跟一座山一样庞大 凤九也觉得这很正常 过了几日 小燕又回了第三封信 小冷果然是个宝贝 现在已经会飞了 不过力度比较大 一下撞飞了老子的一个屋檐 但无甚关系 这样威猛的灵兽才配得上老子 凤九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幸好 小燕很快回了第四封信 你放心 小猛不过就是力气大快 头大了些 她还是很听老子的话 等下次老子就带她一起来看 你跟冰块脸 但过了半月 凤九没有等到小燕的第五封信 她有些担心 真想去找在钓鱼的东华商量商量 忽然感觉周边地动山摇 然后她听到小燕在哇哇大喊 冰块脸 救命 救命